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 你可以在脚板体里面刺激你的神经 你的反射区 你整个身体的器官就会恢复正常了 将身体里面的毒素 尿酸精等等的废物排泄出来 你的肾脏 你的肝 和你的膝头哥都会恢复正常 起初 我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我根本不信 但是后来 他详细为我解释 和开始帮我刺激脚板底里面的神经 当时我觉得很痛 他说痛即是表示你有器官不正常 如果没事是不会痛的 他继续为我刺激这个神经反射区 结果在一个礼拜之内 我的关节炎问题就解决了 他又叫我要喝大量的开水 和慢慢开始运动 结果 我的关节炎到现在都没有复发 我觉得 这种健康法 是非常之奥妙 我就问他 这种健康法 你从哪里学回来的 我觉得很宝贵 我很想学 他就介绍一本书给我看 我就开始学习 了解反射区到底是什么 这个理论真的很深 要将它用简单的方法表达出来 的确不容易 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做 因为这个健康法就是要你去做 譬如说你每天打赤脚 在石头上面行路 这样做就会刺激你整个身体的器官 整个身体的反射区器官 你就会恢复正常 简单来说 反射区健康法就是根据这个理论 跟针灸 跟所谓的穴道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因为我自己体验到这个健康法是很有效果 我就学 也都开始为其他人服务 直到现在十二年以后 已经有四十个国家 认识到这一种健康法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 能够和你们一起分享这一个经验 重要的不单止是理论 你要去做 如果你不做 就根本没有效果 我们知道 每一个健康法 都有它的优点 也都有它的缺点 触步反社区健康法 也都不会例外 当刺激神经的时候 如果在反射区里面有很多沉积物 压下去的时候就会痛了 很多人都会怕这种痛 所以这个就是反社区健康法的一大缺点 还有 因为身体的传遇力 要慢慢才可以发挥它的功能 因此 要长时间 使用这一种健康法 才有效果 不过由于很多人怕痛 所以 他们大部分都是接受了这个健康法 两三次 就已经放弃了 这样 当然他们就是没什么收效了 我们也都要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个健康法 什么时候不好做 甚至不可以做 吃饭之后 先要休息一个钟头 因为那个时候 胃是需要进行消化 你刺激神经 如果这样做 消化过程 就会受到影响了 虎女 在怀孕的时候 最好就不要按摩了 还有 虎女 越经来的时候 也都不要刺激 子宫 和卵巢的反射区 就算那一天 是越经刚刚来 都千万不可以做 还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健康法并不是万能的 我们也都要跟医生合作 比如说你是有血纳膏 你不可以停止吃药 或者是糖尿病 或者是阳碱症 或者是严重的心脏病 内风性的关节炎等等 或者是你已经吃药超过一年 你都是不可以马上停止吃药 如果单是做这个健康法 是很危险的 所以你一定要跟医生合作 这个健康法 才可以发挥它本身的功能 如果你自己要做这种健康运动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去到海边 脱了鞋 走下做下运动 每日做半个钟头 这样就可以得到健康了 但是因为很多人 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时间 所以为了帮助他们 在市面上就有很多辅助器材了 好像塑胶做的石头 或者是按摩板 我们可以这样踩 这样就可以刺激你的反射区了 如果你脚底感觉到痛 那就表示你某些器官里面 是有沉积物了 你可以继续去刺激它 帮助血液循环 将毒素排出体外 这样你的器官就会慢慢恢复正常了 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敏感 所以不要踩得太久 大概五分钟就够了 第二日六分钟 第三日七分钟 慢慢增加 因为每一个人的脚底 在敏感程度都是不同 所以要做足部反射区健康法 开始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种塑胶做的石头 在上面走 每一个人都会很容易接受到 而且可以慢慢适应 之后才用刚刚给大家介绍过 那种刺激比较大的按摩板 来做这种健康法 我们都知道手里面也有反射区 比如说你很累 但是还有很多东西要做 你就可以自己按摩自己的对手 解决这些问题 也有人发明了这种按摩棒 你可以自己按摩你的手 按摩你的脚 如果你要虐待人 你就要用这种方法 但是如果你要好好地为人服务 你就要用这个比较轻一点 比较远一点的手法 现在在市面上 都有很多辅助的器材 可以给你选择的 现代的人比较懒 不想运动 所以有人就发明了这种机器 你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就可以踩着它来按摩 这个机器的好处就是帮助一些走路不方便的人 如果它曾经中过风 利用这部机器 就会刺激它每一个反射区 在外侧和内侧都可以刺激到 你自己喜欢用多大的力量 来压你的反射区都可以 用多久都是由你自己去决定 但是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时时有人问我 每次按摩可以按多久呢 可以用多大的力量来按摩反射区呢 我就告诉他 你自己身体的重量就是最好的标准了 首先你整个人站在这部机器的上面 如果你觉得痛呢 你就要小心点 用你身体重量的一半力就够了 前面 后面 坐骨神经 还有头痛等等都可以解决了 开始的时候不要用太久 因为这部机器的刺激是很大的 你们都知道 这种健康法是不需要任何药物 我们唯一要用的药就是开水 你们会觉得奇怪 但是开水是非常重要 开水的作用是要将你身体里面的毒素 毒物质 尿酸精排泄出来 所以每一次接受这种健康法之后 要喝很多开水 当然如果你患有严重的神病 比如说需要洗肾 这个时候当然是不可以喝太多的开水 是不可以超过100cc的 但是普通人就可以喝到500-600cc都没问题 时时有人问我 一日到底可以按摩多久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 开始的时候不能够一次过做这种健康法 超过半个小时 例如一个人很敏感 又或者他有相当严重的心脏病 肝病等等 就不能够按摩这么久了 15分钟就足够了 而且要非常小心 每一次都要留意这个人的面部 如果他的面部慢慢变红色 就表示他的血液循环很好 可以加强一点都不怕了 如果他的面部呈现白色 那就表示他的心脏负荷不利 你就要马上停止了 因为这个人的体质 是没办法去接受这么大的刺激 我曾经遇到很多人 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健康法五分钟 他们就支持不住了 由此可以见到能够忍受时间的长短 是视乎个别情况而定的 我遇过一个女人 她有很严重的雷锋性关节炎 她用按摩板自己去踩按摩板 她问我这样做要做多久 我答她大约要一年多一点 她的病才会痊愈 但是她自己非常努力 三个月以后她打电话告诉我 神父啊我的病已经痊愈了 我现在可以跳舞 我告诉她没可能 你这么严重的病 怎么会这么快痊愈的 我就问她 你一天做这个健康法做多久 她说三至五个小时 我说你傻了吗 她说是呀我傻了 不过我病痊愈了 所以你们看看每一个人都不同 我们要视乎她的体质 也要看她是乐观还是悲观 她有没有耐性 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 在按摩的手法方面 可以分开三个基本的手法 第一个是用大拇指的指尖 就是这样用的 一个人的脚如果是比较远的 就可以轻轻地按摩了 第二个就是用我们的食指 第二个关节 可以说这种是比较重的一种方法 皮肤比较厚的就要这样压进去 因为反射区是在很深的地方 在里面来的 第三个如果一个人 他的皮肤真是很厚 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牛脚 我们就用大拇指第一个关节 如果用很大的力 这个方法是相当之痛的 向下按或者向上按都行的 这样是很有力的 逐步反射区健康法 最有效的方法是人同人服务 因为人是需要别人的帮助 人的问题不单止是来自身体 他心里面的痛苦也都可以说出来 而且我们可以在脚底里面 能够体验到一个人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 可以与他沟通 我们与人做脚底按摩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塗一些油 将这些油 塗在反射区的位置 因为刺激神经的时候 就会有磨擦的感觉 这样做就会减少磨擦的痛苦 我开始按摩的时候 都会从太阳神经重 肾上线 身上线 肾脏 殊尿管 和膀胱开始 而最重要的是 肾脏 殊尿管 和膀胱 不过 因为我们很容易忽略 太阳神经虫 和肾上线 於是我自己就會由這裡開始 而且這個太陽神經蟲的反射區告訴我們 一個人他心裡到底有沒有壓力 他是不是會很容易緊張 到底他哪裡需要我們幫助 我們可以在這裡能夠知道 按摩法是有很多種 而最簡單就是用大拇指的指尖 向上按摩 但是一定要用力按進去 向下按也可以 如果一個人的腳是比較遠 這樣按就可以了 如果比較硬 就可以用食指第二個關節 這樣按摩就比較夠力了 也比較有感覺 這個是這三個反射區 也可以從下面開始 唐光 書尿管 腎臟 腎上線 太陽神經蟲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太陽神經蟲是很深的 在很深的地方 而且這位先生對於這個位置相當敏感 繼續為了方便我們經過甲狀線 到頭部那裡去跟他按摩 甲狀線是我們新陳代謝的反射區 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一個人很肥的話 就可以在這裡減肥 如果一個人很瘦 也可以在這個部位調整 在腳的大拇指 這個套進去的地方 就是我們頸部的反射區 上一些就是小腦 再上一些就是我們的太陽月 也就是說三叉神經反射區 假如一個人中過風 一按到這裡就會很敏感 我們用的手法 最容易的就是這樣 如果一個人患有神經衰弱的話 這樣按就會很痛 如果皮膚很厚 我們還可以用力一點 用大拇指第一個關節 這樣向上按就可能會太痛了 所以就要換回第一個方法了 千萬不要忽略這個頸部反射區 很多人頸部都有問題 因為整天坐在這裡工作 運動又不夠 再上一些就是我們額鬥的反射區了 如果一個人他頭暈 暈車 血壓高 血壓低 又或者是用腦過多 這裡都很敏感的 這方面有一個特別的手法 是很容易的 用食指第一個關節 用左手抓住他的腳的大拇指 再用右手這樣壓下去 一般血壓低的人 和頭暈的人 在這個部位都很敏感的 所以這樣不可以按摩太久 三四下就夠了 然後再搓一下他 這樣就會覺得很舒服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頭部的反射區是交叉的 我們現在按摩左腳 所以就是說和這位先生按摩他頭部的游邊 我們繼續看一下 腦下垂體 還有大腦的反射區 腦下垂體是我們內分泌線的中心 即是說腦下垂體會影響我們的甲狀線 我們的腎上線 我們的腹甲狀線 我們的腎線都有關係 所以腦下垂體的反射區是很重要 腳大拇指是很遠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手法按摩 如果大拇指是比較硬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比較厲害的按摩法 和他刺激 一二三 再搓一下他 然後我們看一下眼睛的反射區 就是在第二隻和第三隻腳趾的底部裡面 就是我們眼睛的反射區 因為他的腳比較遠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法可以摸得到 但是有些人的腳比較硬 所以我們就要用一些比較強的按摩法 和他伏步 然後就是耳朵的反射區 也可以用這種按摩法 最近我們找到一個新的反射區 就是後腦神經的反射區 我發現到有很多人時時告訴我 我這裡不舒服 時時很硬 時時都不舒服 這裏有三個地方非常重要的 他們就是在第二、第三和尾的腳趾的根部 是有三個很小的反射區 用這樣的方法向上面按摩 這位先生相當敏感 有時候 只要在這裏刺激兩三下 就馬上有感覺了 舒服了很多 我自己覺得這個反射區是很重要的 再下一些就是所謂邪方肌 這裏就是我們頸後面的肌肉 也和頸部很有關係 刺激的方法是可以這樣的 如果嚴力度不夠呢 就可以用這個手法 不要忘記按摩不要太快 其實越慢是越好的 因為這樣力度才能夠進入反射區 再下一些就是我們肺部的反射區 譬如說一個人呼吸困難 支氣管有問題 可以幫助他減少他的痛苦 普通的人這個反射區特別硬 所以一般都是會用這種手法 可以在上面這樣扣發 然後再抓住這個位置 有時候我們會忘記塗多些油 因為塗油是可以幫助我們減少摩擦痛苦的 現在我們繼續介紹 胃十二指腸和胃壯的反射區 大家看到這裡就是胃的反射區 再對下一點就是十二指腸的反射區 在中間是我們胃壯的反射區 按摩的方法 或者是刺激反射區的方法 這樣就是最方便的 因為這些反射區是特別敏感的 所以如果用這樣的方法 可能會接受不了 皮膚比較硬的時候才可以這樣做 如果一個人有糖尿病 在這裡就可以摸到一顆一顆的物體了 而且想了解沉積物到底是什麼 在這裡就最容易了解了 如果是氣泡 表示就有小毛病 如果是一顆一顆的物體呢 大概是十二指腸繪揚 如果是胃壯的功能不好 當然我們不能夠診斷這個人有什麼病 因為我們不是醫生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器官的功能是不正常的 如果一個人的胃是不舒服的話 大約這樣刺激這個反射區一分鐘 馬上就會感覺到舒服了 我們繼續介紹心臟的反射區 它是在這一塊厚厚的皮膚的裡面 也就是說我現在用手指指著這個位置的裡面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用力地壓進去 如果都是不夠力的話就可以試一下這樣 又或者是這樣就會摸得到了 如果做不夠力的話就要用這種手法了 但是這樣會很痛的 如果是一個患有嚴重心臟病的人 就要特別小心了 要留意這個人的臉色 看看他的臉 如果是變白的話就要馬上停止了 如果他的臉色依然是紅潤呢 就可以繼續按摩都不要緊的 跟著就是皮狀的反射區了 這個是屬於免疫系統 譬如說一個人很容易患感冒 或者是身體方面時時都會有發炎的問題 這樣就要特別按摩這個反射區了 大牆和小牆都是一個很大的範圍 很大的反射區 我們都知道我們吃的食物是經過十二指牆 進入小牆 之後在右邊經過盲牆和升潔牆 到了我們的橫潔牆這裏 再進入降潔牆 直牆 最後經江門排泄出來 這些反射區都可以是一起按摩的 假如一個人時時有便秘的問題 這樣都很容易解決 可以特別在這裏加強肛門和直牆的反射區 至於用的手法 如果一個人是敏感的 就可以用兩隻手 兩個大拇指都可以刺激這個反射區 如果用一隻手 比較適合的手法 就是用食指的第二個關節 不過不要太快 大概最有效的反射區 就是江門的地方 尤其是對有便秘問題的人 或者是有痔瘡的人 當然長期如果是有問題的話 飲食方面都是要特別小心注意 現在我們對腳板底裏面的內臟反射區 都已經作出了解釋了 但是我們還要看一下比較外面的地方 譬如說我們的肩膀後面不舒服 我就要加強這個尾指後面這些部位了 但是這裡是比較硬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加強 這樣整個背部的反射區 我們都可以摸得到了 到最下面 可以說這裡就是代表了我們的眉骨 我們身體最下面的部位 和我們的坐骨神經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但是假如有一個人有坐骨神經問題 最敏感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因為內側坐骨神經就是在這裡 這裡也是坐骨神經最末端的地方 在這裡比較適宜用大帽子用較大的力來按摩 這裡是很敏感的地方 在腳跟的中間 我們可以找到生殖器官 就是男性的高院和女性的卵巢反射區了 再上一點就是所謂的失眠點 但是這個反射區很深 所以要用相當大的壓力壓下去 一個人如果睡得不好 就可以在這裡幫他們了 現在腳底裡面的反射區 我們都已經認識了 兩隻腳有兩個不同的地方 左邊我們找到心臟的反射區 對下差不多一公分就是皮臟的反射區了 在右腳一樣的部位 我們可以找到肝臟的反射區 肝是我們身體裡面很重要的器官 在肝的下面一些 我們可以找到膽的反射區 如果一個人有膽結石 我們就可以摸到一粒一粒的問題了 很多人都會有這種現象 你們千萬不要忽略 但大家都知道 普通人是有兩個腎臟 一個在右邊 一個在左邊 有時左邊的腎臟沒有問題 右邊的腎臟有問題 我們怎麼知道呢 因為我能夠摸到裡面是有沉織物 我就可以告訴他 你最好就是去檢查一下 驗一下你右邊的腎臟 是不是有毛病呢 腳的內側包含了有什麼反射區呢 我們看一下 由大拇指開始 你的鼻的反射區 後面一些 第一個關節 就是頸椎的反射區了 再下一些 就是最小的反射區 也就是我們的腹甲狀線 假如有一個人很容易抽筋 表示它缺少鈣震 這樣就可以在這裡按摩了 這三個反射區 可以一個一個按摩 又可以三個一起 用這一種手法 用食指這樣扣下去 三個都可以按得到了 慢慢地按 這一個是一個相當痛的反射區 然後我們要練習整個脊椎骨的反射區 我們腳內側的這條骨頭 就是象徵了我們脊椎骨的反射區 不過不是在骨頭上面按摩 而是在比較落一點的地方 跟著這一塊骨頭 這裡就是空椎 上面就是寬關節 但是在這兩個反射區的中間 另外還有一些重要的反射區 女性方面就是子宮 男性方面就是攝護腺 很多婦女在這裡都會有問題 好像生樓 普通醫生就會要馬上開刀 而我們會顧慮如果不是急性 我們就會先做一個月的按摩 然後再去檢查 如果那個扭消失了一半 我們就可以見到按摩的效果 這些都是我們腳內側的反射區 現在我們看看一個 跟內側有很密切關係的反射區 就是臨巴線 下半身的臨巴線 是需要特別的手法來處理的 先塗一些油 然後可以用這一種手法 在下面用大拇指 這樣扣法 向下面滑下去 這樣就會摸到臨巴系統 大家都知道臨巴線是屬於免疫系統 是特別重要的 如果有脂肪瘤 又或者是時時有發炎的問題 這樣就要特別加強了 複股瘤的反射區 就是這個地方 複股瘤 就是這裡 一起加強這個臨巴系統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預防癌症差不多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的免疫系統增強了的話 你的癌症細胞 就沒有辦法發揮它們的功能 由於你的免疫系統增強 就會導致它們的死亡 腳背的反射區 由大拇指上面開始 上鱷、下鱷、扁圖線 最簡單的手法 就用我們的食指第一個關節 可以打橫 或者是打直 另外一個手法 就比較痛一點的了 就是這樣了 接著是我們喉嚨、氣管的反射區 由我們的腥帶、食道、氣管、喉嚨、空部的臨巴線開始 全部都是在這個縫隙裡面 最下面的就是空部的臨巴線 這裡也是屬於免疫系統的 做教師的人 他們的聲帶 時時都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要在這裡按摩了 最容易的手法 就是用食指 向裡面 或者是向上面這樣按摩 而眼睛的反射區 不單止在我們腳板底裡面有 在腳趾尖 再下一些就是我們空部的反射區 女性乳房的反射區 如果乳房是有問題的話 當然這個是免疫系統的問題 不單止是乳房本身 所以一定要加強臨巴系統 皮狀等等的按摩 不過乳房的反射區 也都需要加強按摩 在最細紙頭的縫隙裡面 我們就可以找到我們的平衡器官 假如一個人 頭暈 暈車 血壓高 血壓低 耳鳴 都是需要在這裡加強按摩的 至於所用的手法 可以從後面 或者在前面 視乎你哪一種比較方便 關於腳背 還有一個很方便的反射區 就是我們的腰背 如果我們發覺有不舒服的地方 就可以在這裡按摩 這樣壓下去 1 2 3 我們馬上就覺得舒服得多 當然要解決問題 不單止按摩這裡 還要加強其他的反射區 現在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腳外側 從我們的肩膀的反射區開始 不要忘記這裡是我們肩膀的前面 用這個手法比較適合 因為這些部位是很敏感的 如果都不夠力 就可以這樣用力 不過這樣就會比較痛 不過他都沒有叫 還有 還有 有一個突出來的骨頭在這裡 這裡就是我們的爪關節的反射區 由這一塊突出來的骨頭到裡面 就是橫隔膜的反射區 我們可以說橫隔膜就是在裡面 將我們的上腹和下腹分開 又可以用這個手法幫它按摩 再下一些 就有一個比較凹進去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膝頭的反射區 這個反射區很闊大的 但是特別敏感 我發現有很多年紀比較大的人 這裡都會時時都覺得痛 表示他們身體已經開始退化 這個膝頭對上一些 這些就是我們的肋骨 或者是肩甲肩膜的反射區 假如你的腰背不舒服 在這裡有一個終點 可以壓下去 通常我就會這樣做的 一、二、三 他立刻就會覺得舒服很多 當然解決這個背的問題 單是這個地方是不夠的 還要配合寬關節的反射區 尾骨的反射區 這個跟我們的內側一樣 寬關節、尾骨 手法比較方便 就是用大帽子 因為這裡都是相當敏感的地方 尾骨是可以用食指的第二個關節 在中間 在中間 也就是我們男性的高院 女性的卵巢反射區 再前一些就是婦女方面的 輸卵管反射區 男性就是輸精管反射區 是一般都市人很普遍的毛病 原因是他們的座位不合適 又或者是他們坐的姿勢不正確 或者是坐得太久 這個毛病會帶來很大的痛苦 而足部反射區健康法 就可以給他們很大的幫助 大家都知道 這部座骨神經就是我們背部的地方受壓迫 會影響我們腳部的行動 座骨神經是在我們的膝頭下面分開 跟著這個骨頭下來 到最後的地方就是座骨神經最末端的部位 我們按摩的方法就是 醫著這條座骨神經這樣去刺激它 幫助它慢慢恢復 也特別加強這個最末端的部位 這樣就要用相當大的力才行 不單是外側 連內側都是一樣一樣重要 這條座骨神經也是跟著這條骨頭 座骨神經是最粗的一條神經 就好像我們手指尾那麼大 如果被壓迫的就會變成這麼大 即是跟我們的大帽子一樣 所以這樣壓下去的時候就會覺得很痛 但是只要你按摩幾次 它就會慢慢恢復正常 我認為對於有這種毛病的人 是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書裡面都有為我們介紹一些相對的反射區 舉例來說 手掌相對於腳板 手腕相對於腳跟 前臂相對於小腿 手肘相對於膝頭膏 上臂相對於大腿 肩關節 肩關節 相對寬關節 肩帶對骨盆帶 肩帶對骨盆帶 心會難教肩帶呢 肩帶對骨盆帶 如果你的腳腕受傷 臨相對的反射區 好 一樣的骨頭 在腳上有 在手上也有 你只要看是否在骨頭的後面 或者是骨頭的下面 又或者是右面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相對的反射區了 每日同人按摩最好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現在我要讓你們再看一下我的按摩手法 不過我會用很短的時間 我們記得由太陽神經重開始 腎上線、腎臟、輸尿管、航光 都可以用這種手法 跟著甲臟線 如果不夠力就可以這樣加強 我們就用三下或者四下就夠了 頸部的反射區 小腦 左邊太陽院 三叉神經 我們押鬥的反射區 都可以用大帽子 視乎你哪種手法比較方便 但現在是腦下垂體 和大腦的反射區 繼續是眼睛 眼睛 耳朵 如果皮膚比較厚 就可以用這種方法按摩 後腦神經 頸部酸痛 頭不舒服 都可以這樣按摩 斜方肌 用這種手法是比較夠力的 跟著就是肺部 支氣管 如果不夠力就可以這樣按摩 肺部 肺 十二指腸和胰臟 右腳 我們肝和膽的反射區 是特別敏感的地方 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 要用這種手法 才可以摸得到肝全部的反射區 如果覺得痛的 就可以勢力一點 他的臉很紅 即是表示他的血液循環得很好 跟著就是整個消化系統 所用的手法比較方便 只是用食指的第二個關節 如果你是要觸摸到有沉織物 你就要特別按摩這些部位 有長期便秘問題 都可以去手上